零件風跑 先生哥可以囉? 開始啦,好 哈囉,粉絲旦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要跟車我們來分享 這款車有快過直播 但是之前好像是X760 這款車是 V60 V60的話之前有安裝過幾台 那今天安裝的版本是 KT 的道路版 所以我們一樣開個直播跟車友來分享 但是原來車友其實已經有改裝過 形形設施不同的一個避震器 包含Cony的 包含今天拆下來 這個是也是台灣的大廠 KSBO 但每一個改裝品牌 它的結構組合的形式不一樣 所以我們也費了一下功夫 來做這一次的改裝 譬如說好了 像 KSBO這個品牌 它其實前面它是有附上座的 來 這個有附上座 但是 KT的話是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所以它的上座的部分的話 是需要用原廠的橡皮 還有原廠的一個下方有一個指推軸層 跟彈簧上方的橡皮 所以本來前幾天來的時候 少了這些零件 所以就沒有辦法安裝 但是 KT 為什麼這台車會用這樣的設計 因為其實是這樣的設計 對技術來說安裝上會比較方便 但是這一款車的話 它的上座是有特殊的一個弧度跟斜度 所以不是不行 是因為如果用強化上座的話 它的應用率會比較高 所以這台車反倒我們是沿用原廠上座 那做了一個下面小 上面大的一個190厘7公斤的彈簧 讓它維持應該有的程度跟舒適度 所以這台車的前面的改裝形式 跟其他的比較不一樣 另外像K-Sport的品牌 它所做的Hilo Key 它是不需要使用原廠的上充壓件 結果那一天KT的一個做法是跟 跟進口的品牌做法一樣 是做一個大型的調整機構 所以那個大型的調整機構 就需要沿用原廠上面的充壓件 等一下的話再跟大家來做解釋 那至於後面的桶震的話 就都大同小異 可是這台車 如果車友們有拆到它原廠的地震器的話 就可以了解到它的阻尼 原廠的阻尼其實還算蠻強的 原廠阻尼蠻強 所以這款車如果阻尼做的不夠的話 後方就會覺得有點跳 甚至是後方的彈簧 在安裝的時候 千萬不要預載過多了 像這條彈簧假設是250mm的話 我們壓縮了大概3-5mm左右 就剛剛好 如果後方壓縮過度 那這台車一定會不好做的 這個是不同品牌的一個介紹跟比較 當然乘坐的感覺還是以個人需求為主 那車友的話之前這個鋁圈的話 是也是改裝的 這個是鍛造的 這個是巧新代工的 車友分享說這個已經用了好幾年 可是它的烤漆面 還像新品一樣 所以這個也是台灣很棒的製造鋁圈的一個大廠 那我們先從後面來介紹好了 這台車的後面其實它的避震器的上部 也有一個上座 那這個上座的話 KT有做了一個上座來使用 來這邊 那它的剛剛一開始提到的 就是這個地方 它這個調整機構上方 這裡有一個很大型的充壓件 這個充壓件就是需要使用原廠的KT的做法 是跟其他進口品牌 像KWR或其他進口的做法一樣 那它的彈簧也是一樣 做一個上大下大的一個大圈徑的彈簧 彈簧的配置是225mm 8kg的規格 那前面的話是190x7kg的規格 那這個前面的桶身在這裡 後方的一個彈簧預載值 剛剛提到了很重要 這台車不要預載過多 有的彈簧它配置的會比較輕一點點 那稍微預載的話是還好 但這台車的話千萬不要預載 我們就做大概225mm 壓縮大概5mm 壓到大概220mm就OK了 那阻尼的調整是在桶身的上方在這邊 那這台車它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是 它的桶心 後方的桶心跟上座 是有一點點斜度的 基本上這台的底盤架構 跟福特的Mondel的四代是一樣的 所以這台車我們當時在開發Mondel 跟開發在V60 還有XC60的車款 就有留意到這個桶心上部的 它是有一個角度有一個斜度的 所以這個上方一個橡皮的硬度 就特別重要 這個橡皮的話如果做的太軟的話 當它橡皮用沒多久變形之後 它下方橡皮下方的滑絲 就有可能跟這個基座做干涉敲擊 那就有可能會有造成異音 所以這個橡皮的硬度要達到70度以上 在彈筒的內部 它還有一個緩衝的饅頭 那這個饅頭是需要拆掉的 因為這個緩衝的饅頭在桶心的裡面 這裡KT的話就有附一個饅頭了 所以它這個饅頭就是可以取代原廠 在這個地方大型的饅頭 這個是後方的一個V60的介紹 那車主也有改了後方是裝片式的加大碟 前方的話是一個多活賽卡鉗 那前面的話 前後還有改了防清桿 這個應該是小蟲的吧 KC的是不是黃色的 好這個是Brembo的 這個什麼規格應該ZR還是ZL 多活賽卡鉗 那前面的一個彈簧形式比較特別 KT的話不是做直捲的 是做一個下方小上方大 這個算是一個什麼形式 就是比較特別的形式的 上三角形 好 就是做這個形式的彈簧 那這個彈簧的話可以留意到 這種彈簧它的彈簧與彈簧之間的距離 會拉得比較開 如果是直捲式的彈簧 它彈簧跟彈簧之間的線距就會比較密 它所能作動的行程就會比較少 可是這個彈簧它能夠上下作動的一個幅度 會比直捲彈簧還要來得多 最少也多個25%左右 所以它的舒適度的話會比較好 但現在已經裝上車了 這台車如果要沿用原廠上座的時候 它的上座有一個凸點 那個凸點跟下方的軸扇是要對一直線的 然後是要朝內側的 如果那個凸點是朝外側的話 它轉向一定會有異音 我們在轉向的時候 它的軸扇就會乾涉到其他車體的地方 就一定會有異音 所以這個沿用原廠上座 在安裝的時候會建議計時 我們拆下來的時候 那不妨用一個油漆筆也好 用一個立合板也好 我們把它畫一條線 那在裝上車的時候那一條線原本應該在什麼樣的位置 我們裝上車的時候就坐在什麼樣的位置 這樣比較不會有安裝上一個順序 或者是位置的一個失誤 那前面的話它的彈簧一樣有一個預載值 這一條彈簧它還沒有壓縮的時候的長度是190mm 所以我們要壓縮大概3到5mm左右 所以這條彈簧待會如果量測的時候 是會大概185-187mm左右才是剛剛好的一個幅度 那前面的話是一個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一般來說如果非雙A倍的話 在前面會有一個像這個有煞車油管固定架 這個都是專車 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這個固定點 這個固定點很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固定好的話 這個油管有可能會磨到 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這個輪胎會移動 但避震器的話會跟著同步旋轉 有可能輪胎的內側會跟油管磨到 磨到不會一次磨一磨就破掉 它會慢慢慢慢磨 磨到油管有可能破損之後 就瞬間沒有煞車 所以是有危險性的 所以這個油管固定架 是有一個也需要把它固定好 即便沒有做這個專用的規格 那也沒有關係啦 但是固定的位置一定要確實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 這個是ABS感應線 原廠的話其實就有一個扣具啦 這個扣具的話 KT的設計也都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所以這個扣具啊 能夠吻合在這個離載串的固定座 離載串的話 不用再換可調式的啦 或者是換強化的 直接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好了 這個離載串的話 在麥花城的前面懸吊系統裡面 如果它的固定點是在避震器上方 而不是在下三角架 像是SUBARU的車系 它比較習慣坐在下三角架 但最近兩年也有改掉了啦 那如果是在避震器上方 它的壽命其實會稍微略短一點點 因為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的離載串是會不斷作動的 所以這個離載串 萬一啦日後有可能是消耗頻 那要定料的時候也比較簡單 我們就訂這款車專用的規格就好 如果嫌Volvo太貴的話 那我們就叫Mondel的規格會更便宜一點 所以這個底盤都共用的 所以這個設計的話 就不用改可調式的離載串 會比較方便日後的一個維修啦 那前面麥花城還是有一點要提到的 我們在安裝完畢的時候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這個腳管上放這個 記得要記得把它敲緊 不然它如果沒有敲緊的話 開久了之後它有可能會鬆脫 鬆脫的話遇到坑洞 就有一個咕咕咕的聲音 那個聲音就跟離載串的壞掉的聲音 有點協助 所以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無必要記得把它敲緊 那在上方的話 這個上座是沿用原廠的 這個上座是沿用原廠的 在上座的正中心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是在調整阻尼用的 我們往順時針的方向 往H的話它就會變硬 往S的話就會變軟 那調整完畢之後 BOBO的這個車系它有一個濕蓋 濕蓋的話再把它裝回去就好了 那調整阻尼之前有一個工作很重要 像這個輪胎的胎壓 像這個是19的吧 這個的話我們會建議 胎壓先幫它設定好 會逆光嗎 會喔 胎壓先設定好 胎壓的話 在像這個歐系車 在加油蓋 加油蓋的打開之後就可以看得到 或者是在駕駛座門旁邊打開 就有一個原廠胎壓的建議值 大概像這個19的吧 19大概是30 冷胎壓大概33-34左右 那胎壓設定好之後 再來調整阻尼 如果本來是安裝原廠避震器的話 那打到38-39都還好 因為原廠避震器比較軟 它的路感回饋的話 比較沒有那麼清晰 可是改裝避震器之後 路感回饋會很直接 如果胎壓打到38-39 哇有時候會不會太多 會非常硬喔 所以當胎壓設定好之後 再來設定阻尼 那阻尼設定的部分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一定要一致 前後的話倒是可以依個人的需求 來做不一樣的設定 那至於KT用料的話 真的都很不錯喔 像是筒身裡面所填充的一個血液 是阻尼油 阻尼油的話 我們是使用意大利IP的阻尼油 它像是攸關道產品壽命的部分 是所選用的油封 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也許有可能車友對這些的工業的品牌 會比較不了解 那這些都是 其實都可以Google一下 像是你打個IP IP IP Oil 或者是油封的部分 就打上NOK Parking 或者是NOK Oring 就可以這個都是在日本 在德國當地 都是很知名的一個品牌 所以這些的用料 KT都用得不錯 那在實測的部分的話 車友們在選擇 BXC的時候 也許有可能會比較 不知道 因為台灣品牌真的是太多了 台灣的也好 進口的也好 品牌真的太多了 那其實可以建議車友這麼選擇 就是如果像是KT的話 我們在北區中區跟南區 分別都有經銷商 都有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試乘之後 如果覺得KT的乘坐感覺還不錯 再來考慮就好了 因為避震器的話 用詢問的 或者是聽聽車友的建議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客觀 因為每個人想要的感覺 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建議車友們 來多多利用 KT可以試乘的這個服務 那試乘之後 滿意再來考慮就好了 那如果針對剛剛直播的影片 還有車友 還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私訊我們家小編 謝謝大家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掰掰